优优独播 优优独播 不好了 夫人不好了 二少爷被绑票了 什么 欲救慕安和 准备赎金五十万两 今日卫士送他指定地点 王妃殿明让你送赎金 你一定要把我儿子安安拳拳带回来 安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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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帮我把腰后面的伤疤处理掉 免得被叶青岚看见了 这就是之前二少爷说叶青岚想起的伤疤 兰儿 你是知道了 我不是那样的人 不既是什么关系 我今天就当什么都没看见 兰儿呢 兰儿 兜你 兰儿 兰儿 这是她的安排 她任我在你醒来之后故意放你走 她等在那里装作英雄救美 这个房间明显被人清理过 原和师祖师穿的衣服面料一模一样 还有血刺 那场大火只是为了掩人耳目 我得收集更多的证据 让慕爱城定罪 兰儿 我终于娶到你了 这才刚刚开始 大少爷 不好了不好了 这下那边出事了 故意搅换我的洞房花竹叶 这下你满意了 你顾及她 你就不顾及自己的亲生骨肉吗 你狠起来 连自己的亲生骨肉都不放过 可怜叶青蓝还以为是叶青青害她溜着 你都做了些什么 你去提醒叶青青 之下也已经有了声音了 你我之前就合作过 何必这么生分 借你独自医 孩子会不会保不住了 舅兰 不会是你送错药了吧 是 什么呀 什么呀 孩子没了 别装了 起来吧 把消息传给叶家 将叶青青在幕府收的委屈 说得越可怜越好 是 您家女儿不仅不守负导 还敢敢残害穆家子嗣 按照家规应当处死 处死 我看你们谁敢 来 一旦拿下这个大功或伤 你就可以名正言顺地掌管穆家了 穆安城竟然这么起功尽力 这个家 还不是唐穆安城的天下 穆家靠着他们做起来生命 笑话 清清姐姐最近一直陪着大少爷出于应酬 我可是人家大老板夫人的朋友 你敢哭我 他打死你 叶青青反了你了 把大姨太关回屋子 死老太婆你少爷不要了 没了我 你们穆家就和西北风去吧 这两日你将闹鬼的事散播出去 传得越玄武越圣人越好 不要 不要不要安和 最近二少爷院子里闹鬼闹得厉害 说二少爷死的冤枉 要回来找替死鬼呢 这不是我干的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的小手段 我还向大师请教了预念转移之法 他不会转移到我身上了吧 娘 今日我发簪落入后院池中 让人打捞 竟然捞上来一样奇怪的东西 这把手枪 不是安和的吗 可怎么还写着安城的名字 当时我在池边 正好看见了二姨太 不是我 给我好好查清楚 你竟然敢害我 彼此彼此 你是说 这事是叶青兰搞的鬼 他一直在推波助澜 难道 他对穆安和的死有所怀疑 这是当时给安和交赎金的皮箱 我要去报关 不行 我得让夫人自己发现 安和的赎金在穆安城的手里 这是穆家各大掌柜的联名书 都认为你资历尚勤 暂时不适合全面接手穆家生命 娘是打算要插手到底的是吗 我只不过 是暂时为你保驾护完 这香梅时间久了 严重着 会记忆衰退 甚至痴呆 他终于开始对我下手了 安和 我会借你用金之手 为你保重